你们学头睡的时候有没有纳闷过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正方体 它发生旋转之后 这边长要画多长才合适呢 咱们用blender模拟几个代表性的角度来分析分析 先来看45度 咱们从顶视图来理解 没旋转时我们看到的最长的长度 假设它是1 旋转45度后 这个最长的边根据勾股定理应该是根号2 然后22.5度也就是45度的一半 这条线仍然是根号2 但是你从正面看到的最长的宽度应该是这条线 所以它是大于1小于根号2 这边67.5度的就是对称的了 那第一条规律就出来了 这个正方体它从0转到45度 再转到90度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整体宽度会逐渐变大 再逐渐变小 然后就是这两个面分别要画多宽 目测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可以分成四份 3比1 2比2 1比3 有了这两个规律 我们就可以默画透视立方体了 先是0度的四边等长 然后是45度的 整体要比它宽 左右两边对称 接着22.5度 整体要比它窄 比它宽 这边占一份 这边占三份 还有个要注意的点 这个窄的面要比这个宽的面透视收缩剧烈 然后67.5度 把这个反过来就可以了 只要记住这两个规律 水平和垂直方向转动的正方体 你都能够推算得出来 你都能够推算得出来 按 这边 来吧 这边 谢谢观看